朝鲜的前世今生十八 1894年朝鲜爆发了反国灭阳的东穴当期 日本趁机粗暴介入,突袭朝鲜王公 挟持朝鲜高宗和实际掌权的敏飞 扶持高宗的生父李世应第三次上台摄政 虽然李世应和敏飞是水火不容的政敌 但摄政王李世应并不是卖国求荣的政客 也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 当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世应还主动向清军传递情报 甚至利用东穴当起义军抵制日本 日本人终于恼羞成怒 悍然废掉了刚刚上台的李世应 不甘寂寞的敏飞决定东山再起 作为一个弱国的政客 敏飞长袖善务 能够在夹放中生存 比同一时代的慈禧 要抢上好几个朴槿惠 前两次政治危机 敏飞借助大清军队渡过难关 第三次下台 敏飞认识到清朝已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了 牵制日本只能寻求俄国和欧美的帮助 敏飞的大国平衡策略 确实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于是日本唆使朝鲜亲日大臣暗杀敏飞 但这些亲日势力却出奇的笨 动手之前就被精明的敏飞发掘 敏飞趁势发动宫廷政变 解散亲日内阁 并利用俄国向日本施加压力 迫使日本撤走驻留在朝鲜的军队 但是敏飞还是低估了日本的无耻 和媚日势力在朝鲜王宫内的渗透 1895年10月8日凌晨 400名日本士兵 获同数十名日本浪人 和800名朝鲜汉奸杀入王宫 其中一群日本人则闯入敏飞的寝宫 残忍的杀害了敏飞 还对奄奄一息的敏飞 做了超越禽兽的发指行为 为了销毁罪证 日本人将敏飞尸体浇上汽油焚烧 并把骨灰丢进池塘 随后日本人将敏飞之死 嫁祸给摄政王李世应 不成像日军的暴行 被两个西洋人目击 一个是当时在宫中的 美国军事教官戴毅 另一个是俄罗斯技师施巴进 然而弱国在强盗面前 是永远没有尊严的 在日本政府的威胁下 48名日本凶徒全都被无罪释放 而且在他们回国时 日本国民还把他们当成 凯旋的将军来迎接 随后日本人继续压迫朝鲜 强迫朝鲜人改变习俗 压已久的朝鲜人 终于爆发了一笔棋 日本人不得不到处镇压 高宗趁机跑路 躲进了俄国驻朝公师馆 摆脱了日本人控制的高宗 立即下令诛杀亲日内阁大臣 部分昧日汉奸 被愤怒的民众杀死 日本在朝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 1897年 给俄国人当了一年傀儡的高宗 返回了王宫 10月12日 高宗里希正式称帝 册封死去的敏氏为皇后 氏号为明称皇后 第二天颁布招书 朝鲜正式更名为大汉帝国 此时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祸害消停了不少 但贪婪与邪恶 永远不会向弱者掉一滴同情的眼泪 日本只不过暂时转移了目标 通过马关条约 日本虽然获得了清朝的巨额赔款 但在俄国的压力下 退还了辽东半岛 愚蠢的大清 自以为利用俄国牵制了日本 但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把辽东的主权从日本转给了俄国和德国 而大清又白白被日本敲诈了三千万两白银 一千九百年 日本又伙同英美俄法义德澳入侵中国 占领北京后 八国联金疯狂屠杀和摧残手无寸铁的国人 除此之外 强盗们更是大量洗劫清朝政府和民间的财富 其中就有无数古董 字画古籍等无价之宝被抢走或损毁 而日军更是可恶 直接洗劫了户部 抢走全部酷银 并放火烧房 掩盖罪证 通过对大清的疯狂掠夺 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天文数字的赔款 日本的军事实力迅速超越俄国 1904年为了抢夺中国的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日本对俄国宣战 不久日本进军韩国汉城 逼迫韩国协助日本作战 1905年 日俄战争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 韩国也进一步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然而不愿意做王国奴的高宗 却没有停止抗争 甚至派密使参加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 去游说西方列强干预日本对韩国的奴役 但万国和平会议本来就是列强的分赃大会 高宗的努力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反而激怒了当时日本在韩国的实际统治者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智为心的功勋人物 但他同时也是侵略中国和殖民韩国的罪魁祸首 在伊藤博文的逼迫下高宗无奈退位 今任的皇帝李旨软弱无能 韩国立即失去了所有自主权 军队也被解散 官吏由日本人任用 尽管朝鲜半岛的黑暗看起来无穷无尽 但总有一批勇士们在寻找希望 安重根就是这种人 出身名门的安重根早年就投身各种抗日救国运动 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国成为日本的奴隶 最终安重根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1909年10月26日 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比成功刺杀了战争元凶伊藤博文 第二年安重根被日本判处死刑 英勇就义 安重根的一举不仅受到大部分韩国人的称赞和景仰 更是获得了当时很多中国名流的高调纪念 袁世凯 孙中山 张太炎 蔡元培 梁启超等 获提词获富时公开赞颂安重根义史 2014年应时任韩国总统朴景慧的要求 中国在哈尔比重建安重根义史纪念馆 尽管日本安倍政府认定安重根是恐怖分子 并表达了强烈不满 但对于一个不肯为日本侵略和野蛮屠杀亚洲人民道歉的政府 这样的说辞不过就是一股排除体外的浊气 然而安重根的一举并没有减弱日本吞并韩国的决心 1910年韩国末代皇帝离职 被迫签署日韩合并条约 大汉帝国灭亡 而前任皇帝高宗就有无期多了 一直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协约国决定召开巴黎和会 日本担心高宗再次派人去大会申诉 便加紧对高宗的监控 不久高宗离奇死亡 紧接着第二天皇宫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 两名公女被炸死 当时的韩国皇宫是在日本人的严格管控之下 似乎也只有日本人有机会害死高宗 那两名被炸死的公女则很可能是目击证人 高宗被谋杀的传言立即传遍全国 民众的反日情绪迅速激化 一场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也因此拉开了序幕 1919年3月1日 当大批朝鲜民众拥入汉城 岛念高宗离奇时 临时组成的宗教联盟和青年学生组织在塔东公园宣读几位独立宣言 进行示威请愿活动 要求国家独立 随后这场运动迅速席卷整个朝鲜半岛 但在日本的残酷屠杀下 这场独立运动还是失败了 同年在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帮助下 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第二年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然而此时的韩国临时政府无法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也未正式承认 但还是坚持帮助支持韩国临时政府 中韩两国在之后的日子里是如何共同抗日的 我们下回分解